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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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周何欣 3号強封信号仍然生效 天文台北在下午6時20分 改發8号列封獲部封信號 至少維持到明天正52點 超強台風波揭 集激在香港以南大約340公里 如寮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15公里 旺過南海北部 按照現在的預測 摩蠍將會維持超強台風的強度 明早在本港西南300公里左右略過 隨著摩蠍的進一步靠近 今晚本港風力將逐步增強 天氣會轉懷 預料與摩蠍相關的裂峰區 在明早仍然影響珠江口一帶 8號裂峰或暴風信號 將至少維持到明天中午12點 海邊有非常大浪和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並且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天文台說摩蠍發展成熟 受它的外圍環流影響 本港多處地方吹強風 離岸和高地間中吹裂峰 而與摩蠍相關的強雨大會 逐漸影響本港 明天有狂風大罩雨 海有非常大浪和湧浪 星期六風勢逐漸混和 但天氣仍然不穩定 摩蠍迫近 多國過往架風水浸黑點 包括橫花村和里圓門 居民和商戶都提早做好防風措施 面向里圓門的橫花村 往往是最當方的位置 摩蠍迫近 已經提早做好防風措施 大廈的玻璃貼上膠紙 有居民趁早天色還算不錯 穩固窗活 工程人員在各處加設擋水閘 保安庭移至安全的位置 避免被強風吹塌 2017年招強台風天甲吹閘的時候 行花村停車場多架車被淹沒 停車場入口朝早未見擋水措施 但工人就在附近加緊清理它 對岸的里圓門 商戶加緊擺設沙包 渠務處已經加裝了一個人高的擋水閘 又擔心低蛙位置水浸 現場加設了過路設施 居民又將家裡的物品佔高 渠計不到的 一水浸上來就像山竹一樣 嚇死人 沒有的 方法不到的 這條又是坑渠 水浸到上來 那條又是坑渠水浸 四處都是浸上來的 商戶擔心摩蝦會帶來帶雨 加上天文大潮會出現嚴重水浸 今天整個里圓門大家都很擔心 因為剛剛是初三 我們有做月餅 因為月餅的貨量很大 所以又擔心浸了月餅 因為月餅如果浸了就賣不到 所以多了幾十箱月餅 其實所有的糧油貨都要升起 因為罐頭會生手 那些汽水蓋也會生手 沒那麼害怕這個風 它說得沒那麼厲害 就沒那麼害怕 繼續做生意 如果真是八號風球就不做 都沒有客人來 如果三號風球也有客人來 它說近期生意額已經較差 摩蝦來襲回雪上加上 烏仙市記者在《流轉玉》 機管局說 今天大約有38班航班要取消 隨著摩蝦迫近 估計會影響航班 明早早要重新編倍 香港快運明天有16班航班取消 大灣區航空和香港航空 明天分別有4班航班取消 國泰航空就是維持正常 各航空公司已經為旅客 作彈勝票務安排 並提醒他們預留足夠的時間去機場 機管局呼籲旅客來機場之前 諮詢航空公司 當8號訊號發出之後 機場巴士只是來往東沖的S1和S64 是維持有限度服務 機場快線就會維持服務 的士會啟動電子派走 旅客拿走之後可以留在客運大樓等 食肆和旅客接運系統也會延長服務 同時啟動旅客關注組 適時支援制留旅客 包括派發物資等等 港鐵下午3時起逐步加強到繁忙時間班次 方便市民收工回家 而在8號訊號下 港鐵列車仍然會繼續服務 個別車站可能會作出人潮管理措施 港鐵巴士會在8號訊號懸掛3小時後暫停服務 港鐵呼籲乘客留意港鐵網頁和應用程式等 最新列車服務資訊 成巴方面正是加強下午時段巴士服務 下午4時起陸續提前開出繁忙時段特別班次 方便市民放工 而日間服務就會維持到8號訊號生效後 大約2至3小時 成巴說乘客可以在流動應用程式 查詢個別路線的班次或服務安排 而9巴農運亦都說將會加強服務 所有路線服務會維持到8號訊號生效後 最少2小時 而8號訊號生效期間 33條巴士線將會維持有限度服務 包括接載乘客來往港鐵站或口岸 呼籲乘客留意公佈 在澳門3號風球仍然生效 氣象局預料澳門的風力會逐步增強 雷雨漸吹頻密 今晚10時將會改發8號風球 而藍色風暴潮警告已發出 好的 我們可以接受一下